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編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再來看到中美的博弈 台灣當然會淪為是棋子 但是說要中美這個大國外交 根據大陸駐美國的大使館的消息 1月2號時候 秦剛透過了社交媒體 向美國各界人士進行道別了 文章指出來說 我即將要結束 中國大陸駐美大使的任期了 從去年到任時 中美關係面臨著諸多的嚴峻挑戰 到任以來 我認真落實兩國元首共識 努力呢要做中美之間溝通的橋樑 致力於探索中美之間正確的相處之道 在此期間呢 我本人跟駐美使館啦 得到了美國各界人民 還有大力支持以及幫助 對此我衷心的表示感謝 另外呢 秦剛也向全美的僑胞呢 你看也有致了告別性 還有呢跟美中的像是留學生 也致了告別性 你看這些都是他的告別性 秦剛表示啊 我呢今天奉調回國 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沒有辦法當面呢 跟你們呢一一告別啊 僅此用這封信呢 表達我心中的感激跟期待 在美工作十八個多月 五百多天的日子裡呢 我都把跟僑界接觸互動 作為工作的重點 為僑胞們辦實事 解難事 做好事 維護華僑華人合法的權益 還有公平待遇 旅美僑胞是中美之間 很重要的僑樑 離別之際也忠心的 希望你們繼續不懈努力 推動兩國民心越拉越近 友誼越深 為中美關係呢 重回正軌凝聚正能量 做出了新貢獻 秦剛大使還發布呢 像是呢 在對於美國的 中國大陸留學生告別信 他說啊 這封信 他說什麼呢 親愛的同學們 回憶過去一年半的在美工作 同學們給我留下 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 深刻的印象 我走訪了全美二十多個州 無論是在校園裡啦 還是在視頻連線上 都看到同學們青春洋溢的 一些笑臉 而且呢 向上的發言 讓我難以忘懷 讓我對祖國未來充滿了信心 最後秦剛祝福留學生 慈母手中線 游子身上衣 祖國牽掛著 每一位在美的留學人員 中國大陸駐美使館呢 會始終陪伴著你們 而且全力保護大家健康安全 還有正當的權益 為同學們保護 另外呢 誰是下一任的大使呢 您覺得是誰呢 聊天室一起互動 因為大陸外交部超級保密的 來看看呢 毛寧呢 他說中國大陸非常重視 中美的關係啊 新任的駐美大使 會在履行必要的程序之後 復任 好 那大家都在問 那到底是誰呢 毛寧說 關於具體的人選 建議關注外交部網站的 有關更新 好 你覺得是誰 一起聊聊 說到兩岸關係呢 來看看 新任的大陸國台辦主委員宋濤 在兩岸關係的雜誌當中有發表題為 攜手奮鬥共創偉業的新年祭語 向廣大的臺灣同胞呢 致以新年的祝福 還有誠摯的問候 宋濤講的這些話很有意思 也值得大家的深思 他表示呢 在新年前戲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發表了新年賀詞 其中強調了兩岸 海峽兩岸一家親 展望新的一年呢 宋濤表示 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方針 在一中原則 還有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上 跟臺灣各界有勢之勢呢 就兩岸的關係 還有呢 國家統一開展對話協商 引領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 宋濤表示呢 大陸践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始終尊重跟關愛造福臺灣同胞 積極要推動兩岸交流合作 大陸堅決開展反分裂 反干涉了重大的鬥爭 堅決粉碎台獨分裂勢力 還有呢像是謀獨的挑釁 有效威責外部的勢力 以台制華的行徑 好那再來看到中國大陸的袖肌肉 而且呢重大陸的軍事實力 也是越來越強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第三艘航母呢 福建艦今年六月下水之後動向備受關注 根據呢大陸官媒央視的報導 福建艦可能會在二零二四年年中 或者是年底服役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弦號一八的福建艦成功下水 它不僅是我國第一艘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 彈射型航空母艦 更讓人民海軍邁進了三航母的新時代 福建艦是中國大陸國產的 常規動力電磁彈射型的航母 福建艦的副艦長就說了 新的一年將會做好試驗 試航等相關的工作 軍事專家就分析了 試航包括什麼呢 操矛試驗 高速航行轉彎試驗 作戰體系系統的測試 等多項的檢驗 專家分析呢 儘管福建艦使用新的技術來進行打造 但先前早就兩艘航母 像是山東艦跟遼寧艦的先例 福建艦的經驗呢 福建艦可能會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就可以去交付部隊了 而且有望呢 在明年年終或者是年末 就能夠服役了 好 中國大陸呢 不只是軍事崛起 其實呢在經貿上呢 也被說二零二三年真的 經貿要靠中國大陸了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火車頭 像是RCEP 現在呢成員當中 像是東盟十國啦 還有中澳日韓 還有新西蘭紐西蘭 二零二三年的一月二號的時候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也對印尼正式生效了 作為這個措施的配套措施呢 印尼政府還頒布了一項 關於貨物原產地 以及本地出口的貨品 簽發原產地文件規定的新條例 好 這個條例呢 同步也在一月二號生效囉 那對中國大陸來說呢 像是浙江的企業 對東盟的出口也迎來了新的機遇了 之前呢如果像是應用中國東盟自貿協定 在印尼進出口時的關稅的稅率呢 來到了是百分之五 但是RCEP對印尼生效之後呢 直接降到了零喔 從五Percent降到了零關稅 過去一年呢 RCEP幫助了來看到 像是東盟國家這些經濟逆風前行 而且為成員國帶來很大的豐厚利益 當然就是因為靠著中國大陸越靠越近 以中國大陸為例呢 二零二二年的一到十一月 中國大陸跟RCEP的成員國呢 進出口額來到十一點八兆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百分之七點九 而且高於同期中國大陸跟歐盟啊 美國貿易的增速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靠著中國大陸經濟也許會越來越好 2023年呢 中美外交博弈 您覺得呢 全世界各國是比較歡迎習近平主席嗎 還是呢 拜登總統呢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皆多留言 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呢 習近平主席啊 他又怎麼樣呢 他又開展了元首外交 第一個呢 來看到 呃元首外交的是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呢 一月啊 三號到五號的時候呢 對大陸進行了國際訪問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來看到 汪文斌呢 他之前就怎麼說的 他說呢 小馬可是總統 是二零二三年呢 中國大陸接待的元首外交的第一位 而且這一次 也是他任內的首次訪華 充分體現出 中非兩國 對於雙邊重視的高度重視 訪問期間呢 兩國領導人就會就 雙邊的關係啦 還有呢 國際地區的熱點問題進行交流 而且呢會有規劃兩國的關係發展等等的 中國大陸非常期待中非的關係呢 能夠以此為契機推動中非關係 提黨加速 然後開創中非關係的新的黃金時代 他用的是黃金時代 那菲律賓的外交部呢 來看到的是助理呢 英佩里亞爾 他則是說 非中兩國呢 外交部會建立一個直接溝通的渠道 要避免有爭議的海域發生誤判啊 信息誤傳 他還說啊 總統希望呢 能夠爭議海域能夠有穩定的局勢 還強調說這是小馬可氏呢 就任以來首次對非東盟國家進行的國式訪問 而且人們估計呢 在這一次的訪問期間 會為兩國未來五到六年的雙邊關係奠定基礎 媒體有估計說 小馬可氏訪問期間呢 中非會簽署價值大概是多少 兩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 十四項的協助啦 跟雙邊的一個貿易關係 兩國可能會達成的合作領域 包括什麼 農業 貿易 還有可再生的能源喔 那包括的菲律賓要向中國大陸 輸出更多的流連 好那代表說呢 現在中國大陸要跟呢 大陸共同開發南海的問題 要擱置南海的爭議 好 大家也關心的是 南海行為準則 也是這一次中非元首會晤的焦點 好 簽立委雷倩就說了 菲律賓現在選擇 要跟中國大陸解決南海爭端 對於非國自己的發展問題 就有非常大的幫助 據說他們有十到十四個不同的協定 在北京的時候可能簽署的話 那它一個方面呢 它解決了它跟北京方面 就南海爭端中間的一些問題 並且它也解決了菲律賓它的發展問題 菲律賓事實上在1980年之後呢 它因為政治不穩定的結果 已經停滯了將近40年 在80年代 菲律賓比我們亞洲很多其他國家 都發展得更好 菲律賓的PESOL 也比其他國家的壁紙更為值錢 可是現在菲律賓已經落後到後面 所以它如果能夠再搭上一條 非常大的這種發展的水流的話 對於菲律賓一定是有幫助的 南海行為準則一定是重點 因為去年它基本已經跟越南 做過高峰會了嘛 還有跟這個印尼的左科威 那馬來西亞本來就跟中國關係不錯 沒這個問題 所以菲律賓應該算是最後一塊 這個版我們也不要說了 最後一塊必須要補強的 那這塊也是最難處理的 因為菲律賓跟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一定 美國一定會想方設法阻攔 事實上美國 這個去年剛撥了6600萬 要到菲律賓五個小島 它可能是要做基地的公事吧 沒錯 那其中有一個小島就非常 就在巴士海峽口 就是說離台灣非常近的 非常近 對 所以我認為美國會全力阻攔 阻攔南海行為準則 對 那當然它手上的牌只有一張嘛 軍事牌 可是我認為大勢是 小馬可是不會拒絕南海行為準則 可是他會提出一些條款 就是他跟美國這個 共同防禦的部分怎麼處理 OK 比如說簽了這個之後 那我還是要跟域外國家演習 那怎麼辦呢 這個恐怕就必須處理 西加坡也不是跟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 可是它跟美國是很親的 那他雖然不是當事國啊 可是這個相關的議題 我覺得他也會發言 其實呢 就在一月三號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 訪問大陸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嘛 有期來看到接下來 有沒有其他的領袖 也要陸陸續續訪問 中國大陸呢 比如說會不會是法國總統馬克宏呢 一起來看看呢 根據報導馬克宏 也在籌備訪華的規劃喔 中國大陸已經表示歡迎了 來看到從德國總統蕭茲 從德國總理蕭茲 不是率了知名企業CEO訪問團十二個嘛 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呢 馬克宏現在也明確的 展現出訪華的意願了 之前馬克宏就曾經呢 向蕭茲提出了一個 我們一起訪問中國大陸的意見吧 但是蕭茲更急啦 就他自己先來了 遭到了蕭茲的拒絕 但是呢 馬克宏並沒有為此放棄訪華的計畫 比如說法國的駐華大使羅良 他已經呢明確的表示說 他們正在為馬克宏訪華做出前期的準備 而且呢面對法國政府的表態 大陸也給出了積極的回應 比如說據瞭解呢 大陸駐法國大使呢 盧沙野在接受的是歐洲時報專訪時 明確的表示大陸熱烈歡迎 法國總統馬克宏呢 在二零二三年適當的時候訪問中國大陸 盧沙野大使也說呢 中法之間呢有廣泛合作的前景 從目前來看中法的貿易呢 還有雙邊的量體相比呢 其實還是有存在差距的 大陸希望呢 加大對於法國的投資力度啦 與此同時 法國政府呢也要克服外在干擾的因素 為中國大陸企業營造公平公正的營商環境 好那再來看到不只是法國 連義大利的總理梅諾尼 也想要訪問中國大陸啊 他透過攝取媒體向 那個義大利的民眾呢 祝賀新年 他呼籲民眾相信他帶領的政府 能夠提振義大利 好呢 義大利媒體呢 以報也說了 他說二零二三年 就是梅諾尼的政府 相當重要的一年 他提到說呢 他想要在二月二十四號 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的紀念日之前呢 前往基辅 因為他認為這是為和平採取了主動行動的日期 另外呢 他也說他跟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通了電話 要討論說如何幫助烏克蘭 加強空中防禦的系統 他也呼籲澤倫斯基訪問羅馬 義大利已經準備好烏克蘭和平方案的進程 好除了烏克蘭之外呢 他也說希望能夠接受習近平主席的邀請 訪問中國大陸 不只是歐洲 其實像是美國的後院呢 巴西其實也想要跟中國大陸一起來合作 二零二三年 大陸迎來了新一波的外國的元首的大國外交了 尤其是一月一號呢 就任巴西總統魯拉呢 來看到習近平主席 在一月二號的時候呢 也致函魯拉 那祝賀他就任巴西的總統 習主席說呢 中巴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發展中的大國 還有重要的新興國家的市場 比如說金磚國家他們都在裡面嘛 而且呢更是全面的戰略夥伴 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 而且擔負著共同的發展責任 中巴建交已經四十八年了 在雙邊的共同努力之下 兩國關係是持續深入發展 日益成熟活躍已經成為發展中的 國家大國的關係典範了 另外習主席也表示說 繼續堅定支持彼此國家呢 走符合本國的國情的發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推動的是雙邊務實的合作等等的 還有多邊協調的配合 從戰略高度啦跟長遠的角度 來引領跟推動中巴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邁向更高水平更好福祉 造福兩國人民 好 再來看到好多國家元首 都搶交訪問中國大陸嗎 很多都是什麼 很多都是美國的盟友 前立委郭正亮呢 他就說因為二零二三年 中美經濟兩樣型 比如說美國經濟增速只有零點五Percent 這是廢的自己說的 中國大陸他說可能會破了五Percent 放眼二零二三全世界經濟恐怕 都要靠中國大陸火車頭了 所以大家都想要 搭中國大陸發展的便車 相反的來看到 跟美國在一起好處越來越少 難怪法國 義大利 澳大利亞 巴西 韓國 這些元首都計劃在今年訪問中國大陸 去年美國有那個 這個惡戶戰爭的紅利 那惡戶戰爭的紅利 今年就沒有那麼明顯了嘛 那他的經濟也跌得那麼慘 比如說今年不會超過一趴嘛 我認為還可能破五都有可能 是啊 是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 跟你美國在一起 真的好處會越來越少 所以拜登一定會發現 他在外面要做一些大的外交 發現處處都推不動 事實上今年第一季 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元首外交會在北京發生 沒錯 對不對 事實上小馬克思之後 應該歐洲比如說法國 義大利對不對 然後澳大利亞我認為也會發生 然後魯拉 對啊 巴西的魯拉對不對 那尹錫悅因為那個印太戰略的定位 我認為也有可能 是 那習近平搞不好在3月去訪問俄羅斯 因為他說春天嘛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可以看到 中國還是大勢不斷 我講的是外交 那美國可能 衰勢不斷 我的感覺他的好事真的很少 而且跟他最好的那個朋友 搞不好還陷入第二次倒閣之中 那個朋友叫英國 蘇納克 而且今年你知道10月19號 蘇格蘭要推第二次獨立公投 我認為今年美國最親密的夥伴 英國跟日本可能都會出事 我認為岸田那個 三文件 那個徵稅不會過 OK 以目前日本的經濟狀況這麼困難 他那個徵稅不會過 他不會過 你講的所謂的那個 長城的飛彈部署 那就是空的嘛 發載也不會過 甚至於我認為金團聯 就會看到譬如說隱形越野去了 很多個國家都在得到好處 那為什麼我們金團聯 還不能夠得到好處 因為中國今年就是經濟的亮點 所以很多人都想搭便車 當然 結果日本卻因為卡到了岸田 所以我認為日本可能會有 自民黨內部可能會有 中國政策辯論 OK 因為他們一定要自我解套 不然你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第一個倒楣的 應該是英國 那接下來壓力就 日本會逐漸看到 韓國也去了 法國也去了 德國也去了 澳大利亞也去了 對啊 那只有我在這邊 被孤立在外 所以他們會 然後又看到比如說 你第一季的經濟 成績又很差 那個時候我認為 他的壓力就會來了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前往北京 會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展開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 這是雙方自去年11月 APEC峰會以來第二次會面 在出發行程記者會上 小馬可氏也指出 將與習近平討論中 非雙邊政治安全議題 這次訪問創下三個第一次 小馬可是任內第一次訪中 也是首次訪問東協以外國家 更是2023年首位訪中的元首 展現中非雙方的友好關係 大陸國官專家指出 這次小馬可氏訪華將圍繞四大重點 包含中非關係將加速發展 以及檢驗兩國一帶一路合作的成果 還有雙方人文交流的發展 而就中非之間在南海的爭端議題 小馬可氏將和中方針對南海行為準則 進行磋商 一位菲律賓官員更指出 小馬可氏訪問期間 將簽署一項協議 讓馬尼拉與中國大陸 正式建立直接溝通管道 避免在南海發生誤會或誤判事件 中共二十大後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積極對外施展大外交 也在元旦新年致詞中 強調元首外交的重要性 今天的中國 是緊密聯繫世界的中國 這一年 我在北京迎接了不少新老朋友 也走出國門講述中國主張 1月2號巴西新總統魯拉就職 習近平也致函祝賀 並表示雙方擔負共同重要發展責任 希望加強兩國合作 習近平指出 中巴是具有全球影響的發展中大國 和重要新興市場國家 互為全面戰略夥伴 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 擔負著共同的發展責任 巴西先前就宣布魯拉 將在就任後的三個月內訪中 法國總統馬克宏 以及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也表明訪中意願 而澳洲去年年底 就先派外長黃英賢訪中 紐西蘭總理也表示 有意與習近平見面 2023年隨著大陸防疫松綁 習近平有意重回世界舞台 積極拓展外交 現在南海域內國家都希望擱置爭議 但是美國就不斷挑逗南海的局勢 另外再來看到針對於是 中國大陸疫情的部分 之前沒有開放的時候 美國就說什麼阻礙經濟 那開放就是說到處去散播毒 另外針對了疫情的發展 世衛組織在之前的時候 的確也跟中國大陸的官方進行了交流 對此大陸外交部就說了 疫情爆發以來 中國大陸的相關部門 都有發表最新的訊息 而且呼籲各國防疫的措施 應該要科學 不要淪為政治的操作 好 說到了中國大陸的一個 這個疫情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元旦三天連假 也是加上防疫鬆綁了 不少民眾趁機出遊 像是河南的洛陽老君山 一天就迎來了1.8萬人的客流量 而且一場大雪 導致景區內很滑難行 有旅客受在山上 有困的一個狀況 但是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疫情 現在慢慢的越來越多人 有信心出去玩了 對他們消費也看到非常大的 復甦的作用 但是來看到美國是不是又叫了 這個五眼聯盟小老弟 圍堵中國大陸嗎 尤其是澳洲在1月1號宣布說 針對陸港澳抵近的旅客登記前必須出示 四十八小時的新冠檢驗陰性證明 但是澳洲衛生部的部長巴特勒 二號再度召開記者會 他也說澳洲採取的是最溫和 取得平衡的措施 為什麼要平衡措施 是因為美國老大哥的壓力嗎 但是他也說同時希望澳洲跟大陸的旅遊業 能夠恢復有利於當地觀光以及教育事業 聽得出來澳洲跟進美國針對陸港澳抵近的旅客登記前 必須出示四十八小時的新冠檢驗陰性的證明 恐怕是受到美國壓力嗎 引發好奇 We inform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yesterday morning but I'm not aware of any reaction and I wouldn't expect one this is a modest measure, a balanced measure and one that's been taken in line with countries across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for that matter so we think this has struck the right balance we want to see a resumption of travel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we know how important at a personal level that's gonna be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ustralians of Chinese descent particularly as we head into Lunar New Year but also fo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like tourism and education and we think we've struck the right balance her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s much information as we possibly can get 澳洲總理埃巴尼斯原本表示說 不會對大陸入境旅客加以規範 而是採取檢疫的措施 但隨後政策轉彎了 宣布跟英國、美國、日本、加拿大一致 要求陸港澳入境的人士 必須提交四十八小時的陰性檢驗證明 但是衛生部長也重複強調 希望中澳兩國恢復旅遊 除了有利於澳洲籍的華裔人士 也有助於澳洲旅客還有教育業 所以聽得出來 現在很多的國家都期待中國大陸的旅客 能夠到他們國家來進行觀光促進消費 所以澳洲是不是真的受到美國的壓力呢 您覺得呢 一起聊聊 請問我討論你的資格 我們會選擇